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ny 今天鲍威尔在葡萄牙辛特拉举行的欧洲央行会议上面发表讲话 讲话的内容偏向鹰派 这是一场为期三天的重量级央行行长会议 出席的人物都是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大佬 鲍威尔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讲话 而是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和日本央行行长植田河南等人 一起坐台上参与交流 当然,主要还是看鲍威尔讲什么 鲍威尔认为就业市场放缓是预料之中 而美国的通占率将在2023年和2024年里 不会回到2%的目标水平 美联储还将继续保持足够限制性的货币政策 到2025年,美国的核心通占率将达到2% 鲍威尔预计未来还将继续加息 而且可能会以激进的速度加息 今年剩下的四次一息会议 迎来两次加息的概率正在越来越高 而且看情况 高利率有可能会维持到2024年 持续的高利率使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也很大 鲍威尔表示 经济衰退不是最可能的情况 但是肯定是有可能 台上几个央行行长 除了日本之外 都是主张要继续加息 日本人维持低利率 但日元贬值严重 日本行长直田河南表示 如果通胀继续严重 可能会收紧超宽松政策 我们知道 美联储实行的量化紧缩政策 每个月从市场上收回950亿美元的流动性 加息和QT双管齐下 这导致美国的货币供应不但没有增长 反而开始下降 美国的M2 从去年这个时候就开始下降 已经下降了一年了 M2是货币供应量的一个数据 包括货币 储蓄存款和货币基金等 美联储收紧资产负债表 反映到数据上 就是货币供应量的下降 这时候 我们不能再说美联储硬钞票了 他们现在实际上是在销毁钞票 M2的持续下降 将会对通胀产生效果 通胀无非就是钱太多 而商品还是那么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商品就会涨价 那要是钱少商品多 不就是降价吗 这个很好理解 所以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减少 经过一定的时间 是一定会对通胀的控制有积极作用 但是流动性的收缩 也会对资产的价格上涨 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房产股票 这些投资品会有上涨动力 但资金有限 会受到一定的抑制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说远也远 说不远也快了 最近拜登搞了个拜登经济学 听起来高大上啊 好 我们来看拜登的经济学是什么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好像明年又是拜登和川普竞选 也不知道为什么候选人 老是这两个人啊 预计潜在了总统候选人 有可能还有希拉里克林顿 南希佩洛西等 不过这个得时间推进 才有更清楚的消息出来 民调显示 拜登搞经济搞得不太理想 反而是川普在重立经济问题方面 更受到选民的欢迎 拜登经济学 就是为了美化形象 扭转选民的看法 Bidenomics 企图挑战里根总统的里根经济学 并结束里根经济学 嗨 这年头啊 有点权力的都能搞点经济学 什么安倍经济学啊 克强经济学 这会又来了一个拜登经济学 拜登经济学认为 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是自内而外 自下而上 核心是推动中产阶级成长 就能发展经济 要实现这样的经济愿景啊 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进行明智的公共投资 二是发展中产阶级 三是降低成本 帮助企业家和小企业 白宫的文章指出 拜登经济学已经帮助美国增加了超过1300万个就业岗位 其中包括80万制造业就业机会 带动了制造业和清洁能源的繁荣 美国在拜登当权时期 经历了大流行以来最强劲的增长 并且通占率连续11个月下降 具体行动上 拜登在任期内通过了一些重大的法案 比如对绿色能源 半导体产业投入巨资 以及投资5500亿美元用于改善国内道路 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 拜登的主要对手 川普他就会盯着高通胀这一条进行打击 高通胀直接关系每一个人的购买力 自然就是选票争夺的要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 2024年年底的总统竞选 或许对通胀和美联储货币政策 也是一种重大的影响 白宫之所以提出拜登经济学 不过是想总结拜登在经济上面的执政成果 试图提高明年连任的机会 不过 创造一个新词汇并不一定能够改变什么 鲍威尔和拜登都没有改变今天大谈的方向 三大指数几乎保持平稳 标普跌了4% 等于没有波动 纳指涨了0.27% 道指跌了0.22% 因此今天大盘属于多空双方势均力敌 谁也没有发力打败谁 走势上看 标普可能进入一个横盘整理平台 上涨缺乏重大利好推动 下跌则有多条均线支撑 在这半年里 标普上涨幅度已经比较大 偏离了半年线和年线太多 需要有一个回归均线的过程 即使不以下跌来回到长期均线附近 那也必须要用横盘来等待均线的上移 指数和均线不会偏离太远 这两者总是若挤若离 但终归还是如影随形 纳斯达克指数小幅扭转的短线的下跌氛围 未来有可能进入整理区间 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是苹果即将进入3万亿市值 191美元一股很快就到了 那苹果一旦上了3万亿市值 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一是首次上攻3万亿 必然就会有剧烈的震荡 苹果的洗盘会造成标普和纳指出现下跌压力 第二个是苹果将最终站稳3万亿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么股王3万亿了 微软是不是也快了呢 那些谷歌啊亚马逊 是不是也打开了向上的空间了 这些都交给时间来解答 但是我的感觉是 苹果打开超级大盘股市值天花板之后 其他股票要鸡犬升天 那就比较容易了 预计纳指在适度调整之后 会在苹果的示范效应之下继续反弹 上半年大盘之所以能够大幅反弹 主要还是得益于AI AI成为热点之后 正好这个热点集中在了权重股上 涉及AI的包括微软 苹果 英伟达 特斯拉 亚马逊等 都是超级大盘股 这些股票的上涨给指数带来比较大的贡献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贝莱德 仍然看好人工智能的前景 在贝莱德的年终报告中 他们认为指数在大型科技股上面获得了巨大的涨幅 掩盖了大多数默默无闻的股票 实际上跑输了大盘 宏观经济处于不利的形势下 那AI这样的超级风口 依然能够成为回报的重要助力 那么AI里面的大龙头 英伟达错过的情况下 我建仓的是亚马逊 谷歌和U 这也是比较让自己感觉舒服的策略吧 就是一线股刨掉了 咱们做做便宜的二线股 比如我今天就有网友问我AMD怎么办 我想这位朋友也是优伟达没有吃到 就买了个便宜点的AMD 龙头不买买二线 就是会出现不一定有效的情况 比如说在上涨的时候 龙头大涨 龙二跟的没那么紧 待到下跌的时候 龙头小跌 龙二大跌 但是今天的持仓组合里面 U是值得一提的 优利体消息称即将推出新的人工智能市场连涨两天 优利体在其平台上添加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使得几百万开发者能够使用这种技术制作游戏和其他程序 人工智能市场主要是为了帮助开发人员 更快速的找到AI相关的解决方案 那简单就是啊 优的平台也蹭了人工智能的这个概念啊 那么优利体本身已经蹭了苹果的虚拟现实和空间计算概念 现在又蹭的人工智能概念 可以说是VR和AI双概念股了 这两个都是未来时不时要活一把的概念 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这只股的 那我的建仓价格41 目前盈利7.6% 我会继续持有 对于成长股来说呢 一条小小的消息啊 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会改变行情的方向 因为市值越小的股票就越容易受到消息的影响 业绩上的小变化对公司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比例了 市值越小 散户和小型机构的比重越大 因此交易上面情绪化严重 特斯拉盈利58% 非常可惜仓位太轻了 但是是信心不足 只是想要试探性的买入一点 没想到一飞冲天 再也没有机会加仓了 亚马逊和谷歌这两只股分别有22%和13%的利润 上涨速度比较慢 但是有赚就好了 那么我这个站上并没有买踏空了的英伟达 英伟达是今年大家都关注的个股 今天英伟达遇上了点利空 原因是美国考虑进一步限制向中国出口AI芯片 限制出口中国的禁令啊 这个并非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就已经禁止了A100 这次扩大范围啊 禁止了英伟达专门供应中国的A800 之前A100被禁后 英伟达拿了这个A800给中国 很受中国厂商欢迎 实际上这两款的GPU差别不是太大 A800就是A100的阉割版 等于是上次禁令之后 英伟达想办法绕开制裁 向中国提供的芯片 网友评论这个A800也是挺有趣的 不过现在连阉割版的也不准卖了 我认为英伟达今年上涨正旺啊 没有那么容易就会见顶 对中国禁止出口部分芯片 也影响不了多少英伟达的整体业绩 这就好比一大堆火烧的正旺 你一小杯水倒进去是熄灭不了火的 上半年最强势的英伟达 不太可能因为一个出口禁令而改变 不过啊 400多也是太贵了 我只敢观望 好吧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